在这一节我们就是来设定这个辅助线的切换 那还有呢 我要让这个Q点它可以随机的换位置 一开始我们让线可以开跟关 我们就是利用这一个勾选框 所以这边我们输入一个辅助线 辅助线就是要让UL跟VL的出现跟消失 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切这边出现跟消失 注意左边这里有个真假值 那这边真假值呢其实就会切换 那接下来我要让那个Q点的位置呢可以随机动 所以这边就是叫做按钮 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就是把它输入一个这个按钮 这边就是叫做出题 那出题的话呢我们是希望Q点的位置可以变 所以这是QA就等于什么呢 RandomBetween 好那我们现在让它借在什么呢 借在-4跟-4 那类似的QV其实也一样 就是说借在这边 好那刚刚我们D呢 我们是用一开始可以关掉 所以D等于FORSE 好我们先让辅助线先打开 好那我们再重新出题 对辅助线就不见了 好那这里再出题再出题 Q的位置呢就会移来移去 QA就会移来移去